有人呢,他经历一张痛苦的经验, 当中有人呢,他一直很后悔你所经历过的一切, 有时候过去那些经验,回来会搅扰你的魂。 另外有人担心你的孩子,现在仍然放在你心上, 你担心眷顾你的家人, 你现在暂时闭上眼睛好吗? 闭上你的眼睛, 那些人仍然感觉,那些悲惨的经验, 仍然会骤他们,谁是那些人? 如果你是,请举手。 我怎么会知道你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呢? 我在意象中看到有人拾起叶子,拿起来吃, 那叶子是苦的。 即使在这聚会当中,仍然呢,有些人呢,关切你的家人。 多少人仍然呢,有心中眷挂念你的家人,请举手。 好多人。 因为我在意象中看到有人呢,就把那个小婴孩抱在怀中,紧紧地握住。 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 天父,你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 主啊,在我们今天聆听你话语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忧虑、忧劳、仲凡、重担都交给你。 我们知道你必要来眷顾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们。 所以主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现在你掌管我们家人一切的事物。 我们拒绝接受这些忧愁。 我们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对于那些过去的经验仍然,苦毒的经验,痛苦的经验仍然搅扰他们的人。 主啊,我们求耶稣高养的宝血来赐下新鲜的启示。 耶稣高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灵魂和良心。 Purch u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those bitter memories。 愿你进来竭尽所有一切过去痛苦的经验。 We thank you for the marvelous blood of Jesus. 我们谢谢你奇妙的宝血所释下的大功效。 And Father, I pray for the peace of God to flood their soul. 愿神的平安满溢他们的灵魂。 And I pray that you will hold on to their hands, 求主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That when they walk through life again, Father, they know that you are with them. 当他们再度的起行,往人生的道上行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你与他们同行。 That you will comfort them. 你要安慰他们. And you will strengthen their faith in you. 你要刚强他们对你的信靠。 And so Lord, we thank you, your name is Jehovah Shama. 主,我们谢谢你的名,耶和华沙玛。 Lord, I ask that your presence, Be with them in a very real way. 求主,你的同在真实向他们显现。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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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们要研究一下这听道的真理。 Let's take a look at Mark chapter 4, 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The book of Mark chapter 4, about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and the sea.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谈道呢,这撒种的人。 Now, let's begin reading from verse 14 to verse 20. 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 撒但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的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至未到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的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进来, 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我已经读过这经节好多次, 直到有一天, 圣灵祂特别强调了其中一句话, 以至于使我这整个经节读起来完全不同, 因为过度熟悉这些经节, 也会拦阻我们对它真实的认识。 常常我读的这个经节会说, 嗯,这好简单, 我明白。 知道这个经节并不表示你得着有关这经节的启示。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圣灵呢, 祂就特别来光照我, 在第十四节诗上, 在第十三节, 祂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那呢, 神告诉我说, 我的孩子啊, 你读懂这个预言, 他事实上是建造你明白圣经中其他所有预言的故事的认识。 耶稣大概写了超过三十个预言。 要明白所有其他的预言, 必须要明白这个预言。 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预言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说, 耶稣呢, 祂在说预言当中呢, 都以一个中心思想为轴。 它只剩下一个项目, 而它是在这些预言的故事。 你们知道吗, 在四福音书里面, 有关于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服事。 事实上呢, 我们要了解认识, 只在乎这个预言, 而这预言当中呢, 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你一看懂了这个关键点, 你就清楚明白耶稣是如何看全所有的人类。 所以现在我要告诉各位, 究竟教会现今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金钱。 教会碰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人力的问题。 教会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甚至并不是祷告。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能够明白, 知道我今天所要教导你们的, 你们就可以去明白了, 神是怎么样看所有的人类。 教会现今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你这个人。 现今教会所骗到的最大的问题呢, 事实上就是人的魂。 耶稣常常在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吗, 我教导这么多的预言, 可是你们却都不明白。 这个问题不在乎教导。 我一直很期待要教导。 我有这样教导的恩高。 但是你们却不明白啊。 问题不在乎神的道, 问题在乎我们的心。 在1991年, 在1991年, 我那幕会的时候, 我进入三个月的禁食祷告期, 我对教会呢, 实在有很多的麻烦。 为什么教会的百姓呢, 进到教会里头来, 周复一周的参加聚会, 周复一周的听道理, 听信息, 但是呢, 却仍然不明白呢。 那主神就告诉我说, 这问题呢, 乃是在乎这个经节。 事实上呢, 全世界这所有的问题, 无论是教会的或是世间的, 都在乎人的心。 所以为什么在未来的这十年, 神要让使徒的时事, 能够释放出来, 将十字架的真理更多阐明。 灵人派的基督徒不太喜欢听十字架的真理。 他们喜欢听有关于恩膏的信息。 他们并不喜欢呢, 听到有关于他们, 谈论他们心思意念的这些信息。 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预言来领受的话, 从任何人, 从讲他来的任何的信息,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 今天当我醒来的时候, 主神就教导我说, 要如何能够辨明人的心。 主神就告诉我说, 你看看这个人。 然后神就开始呢, 来写明这个人灵魂里面各个领域中的问题。 我就说主啊, 可是这个人看起来, 他觉得他蛮属灵的, 但是呢, 这个问题竟然是在他的魂里头。 你可以呢, 读完。 你可以说方言, 虚待虚待的方言。 你可以到这前头来, 又哭泣, 又哀嚎。 你可以来这个地方进食祷告。 你可以来这个地方敬拜赞美神。 但是呢, 在你这个人里头呢, 在你的心底里头, 可能有一些问题。 是吧? 所以呢, 所谓的属灵人并不是来到讲台前祷告。 真正属灵的人是来到神的光中, 好好对付自己的心。 我看到好多人在大能大力的恩膏中运行, 但是他们心素不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付我们的内心。 所以呢, 在这个预言故事里面呢, 有讲到四类型的听道, 当然就只有同样一个类型的种子。 第十五节呢, 是第一类型的听道。 当他们听到, 当他们一听到之后呢, 这种子马上就被夺走了。 第二种听道的人是, 当他们听了, 那他们可能止守了一会儿。 第三种听道的人呢, 是呢, 那他领受了道, 荆棘及离进来, 那以至于呢, 他长成的时候就挤住了道。 那前三种的这种听道呢, 跟西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里面, 所谈到的听道是一样的。 西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呢, 所谈到的就是, 我们这预言故事里面前上听到, 事实上这些呢, 都是属于人的罪。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因为他们都没有产生信心出来。 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类。 二十节谈到说呢, 他们听得到, 而且带出果子来。 那呢, 这一类型呢, 听到呢, 就相当于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所以结论就是说, 只有正确的听道, 才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明白这个预言故事的真理, 在你一生的年日, 再听多少道也没用的。 因为没有办法在你心中产生信心。 因为没有办法在你心中产生信心。 因为没有办法在你心中产生果子。 结果成为基督徒, 你老是打败仗。 因为听到并不是挺容易的功课。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是另外一个使徒所写的。 第八章的第十二节, 讲到第四类的听道。 那在第八章谈到说呢, 他们这一类的人听得到, 为什么不能存留不住呢? 因为他们不信。 那路加福音他解释到说, 第一类听到的人他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第一类听到的人他们听了却没有信心呢? 因为他们不相信。 那十三节, 他们欢喜快乐来领受。 第二类听到的人他们并不是听那个热门歌曲。 他们那也是听神的道。 但是没有根。 所以只是短暂相信。 在指示节里面呢, 这个种子栽下去并没有在那个完好的完美的地方。 换句话说, 他们并没有持守够久以至于让这种子产出结果。 然后他谈到了第四类的听道。 他说, 那些听到的人他领受了、相信了、而且持守了以至于就有成果。 第一类听到的人他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选择不相信。 这不信的恶心呢,并不是说呢,你完全不信,你乃是呢,去选择那些你要相信的。 然后有一些呢,你就选择不相信。 那第二类听到的人呢,他们呢,是在石头地上,他们是短暂相信。 很多基督徒呢,只单单短暂的相信神的话语。 所以你来参加一个三四天的宴席婚,你当下欢喜接受,但是你回去之后呢,你就完全不信了。 你起初相信,只在这个地方。 四天回家后,就完全包住脑后,不相信了。 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相信直到呢,我感觉着我不想相信的时候,我就不信了。 我呢,是相信了,等到我身体上面有一些疾病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不信了。 我呢,是相信了,但是我一到有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信了。 我是相信的,但是一到呢,生命中碰到一些难处,事业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了。 我相信了,但是等到我发现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大的,费这么大力气的时候,我就不信了。 好,那我一直相信,直到我知道说,哦,要有成果出来,必须要很久忍耐,而且努力不断,我就不信了。 有一次我到医院里头去为一个癌症病患祷告, 我就瞧着这个人,我心中知道,他没有信心。 主神告诉我说呢,我按手在他身上,这个恩刚马上就流出去了。 我就说呢,弟兄,我今天问你祷告,然后你要读这个经节,奏业思想这个经节。 他相信了,短暂相信。 只相信了三四天。 稍后,他就完全忘掉要操练信心在神的话语上。 因为他的唯一的嗜好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 所以两个月后,他就死翘翘了。 很多人是有信心,但是只短暂相信。 大部分的人呢,会有信心,乃是因为外面环境很顺当,没有任何的困难,一切都这样疏疏坦坦的时候才有信心。 然后第三类听到的人, 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三类听到的人。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他纳若在荆棘里遇见里的救世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第三类听到的人呢,他乃是 心中渴求、错误的欲望。 有时候我们期待有神的话,但是我们又期待 世间其他的事物。 你知道信心如何成长的吗? 信心如何成长的吗? 你只能够有空间,只能够有空间给神的话语。 信心能够成长,乃是呢,你撇下所有一些其他的事物在你的心上,单单留空间给神的话语。 有一个弟兄呢,有一个弟兄呢,他八次破产。 他呢,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没钱可以买电池。 甚至呢,没钱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付十一奉献,他只能奉献出一支钢笔出来。 在他生命中的谷底,他告诉他的妻子, 我要关锁我的门,八个小时在里面祷告,不要来敲门。 他进食祷告,但是呢,叫做呢,读神话语的进食祷告。 意思是说,什么都不做,只单读神的话语。 八个小时读神的话语。 他放在室内,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关锁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头,整整的读神的话语,其他什么都不管。 一个星期七天,心中只存神的话语。 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有一句话呢,紧紧抓住他的心。 那就是菲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紧紧的这样的抓住了他的心, 以至于他就满心相信。 然后他就走出房门, 我亲爱的妻子啊, 我相信。 我亲爱的妻子! 我亲爱的妻子! 她爱的妻子们! 她爱的妻子! 政党 leye的婚姻! 我爱你。 些妻子!